南加有个小城市 Chino 有一个爱钓鱼的人最喜欢的大公园 Prado Regional Park 疫情期间大部分时间它都开放给大众 让爱钓鱼的人有地方可以钓鱼 我的朋友孔师傅就常常去钓鱼 所以在疫情期间 我们吃到不少它钓的新鲜鱼 Prado湖是这座公园的灵魂 它以不归子的形状横列公园 好像有大小不同五个湖 实则它们则是相通的 就是一个湖 爱钓者常常一早就带着所有的装备 站好有力的位置垂钓一天 孔师傅就是无可救药的爱钓者 他也是钓鱼高手 常常大鱼一条一条上钓 让其他的垂钓者羡慕不已 有湖就有鸟 不同的季节吸引不同的鸟 来进驻 曾经在湖上看到成群大嘴白鸟 成群结队 七席湖蹄上一个声响他们全体飞起 非常壮观 往Prado公园深处走 那里有旅游房车 RV的休闲过夜的露营地 沿着公园四周有六马道 不少人来这骑马 马儿在这滴滴答答的漫步着 为公园争设不少 在公园的另一头 还有高尔夫球场和射击场 在南加城市里 这是一座少数有功能非常多的公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